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此时两人离婚又成为了世纪大新闻 一和一离搅动全国吃瓜群众 这婚还真是没白结呀 不过小编内心其实并无波澜 因为两人貌合神离早已不是新闻 近几年频繁有征兆表明 二位已然各玩各的 只是今日的官宣印证了广大吃瓜人的推测而已 今天咱们就回顾一下 这两人从指手相伴到老燕纷飞的七年风雨路 2009年黄晓明在KTV唱歌时遇见杨颖 隔年便有记者问黄晓明 杨颖是不是她的现任女友 黄晓明笑着说 我不能告诉你 我只能说我不是一个善于撒谎的人 这位记者写成黄晓明默认恋情 但直到2014年 俩人才大大方方的公布了恋情 转年5月 两人在上海举办轰动全中国的世纪婚礼 半个娱乐圈到场参加 赌了上海整座整 黄晓明在婚礼上说 其实我今天真的好紧张 我得说我的baby你完蛋了 接下来的日子你等着吧 我从来没有对一个人这么好过 除了我妈 只想把全世界最好的捧在你面前 你喜欢的就是我喜欢的 既是七老八十走不动了 还是我的小公主 你老说把我宠坏了怎么办 那就宠坏了好了 这样别人就抢不走你 从这段话我们就可以看出 黄晓明想宠坏养影 想金屋藏娇 想他主外baby主内 但事情的发展 偏离了这位霸道总裁设计的路线 婚后的杨颖不甘于做父太太 相反他就有很强的事业心 拍孤芳不自赏时 他进组才发现自己怀孕 忍着高温环境和油漆味 也要拍完这部剧 后来因为怀孕 暂时离开宝南 担心回归时 综艺地位不保 生完孩子没多久 就急匆匆的回归节目组 而此刻的黄晓明 却找不到了自己的方向 他说自己到了 求着导演拍戏的窘境 并坦诚 自己已经不是一线演员了 这都还好 更让黄晓明难受的是 他想不通 为什么昔日的霸道总裁范 对杨颖越来越没有效果了 至此 两人的婚姻 似乎就已经偏离了正轨 黄总也逐渐淡出了娱乐圈 开始混迹于商界 试图重新找回 自己霸气的底气 而Angela Baby 在娱乐圈风生水起 除了自己的演技 其余不管是片酬 还是代言费 都可谓是一路高攀 而就在近几年 细心的网友就开始发现 他们婚姻破碎的端倪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去年年初 乘风波浪的姐姐 第二季热播前 Angela Baby 在网上掀起的一场 互撕大战 当时 黄晓明和李菲尔 被曝在台上有互动 李菲尔喊黄晓明 小明哥 一时间冲上热搜 大家都知道 李菲尔正是Angela Baby 入主前 黄晓明的女友 一时间 众多蜚语流言 涌向了这位 安吉宝贝 但这一回 Angela Baby没忍 她公开发声明 否认自己是小三 此刻 依旧是养领丈夫的黄晓明 自然也赶快回应 力挺baby 并且四天后 黄晓明 退出乘风破浪的姐姐 其实 真的算是很维护Angela Baby 但此刻 广大网友都心知肚明 两人的关系 真的只是浮于表面 应付网友罢了 还有一事 也颇让网友津津乐道 那就是2019年 央视中秋晚会 宣传稿事件 8月27号 当时的新浪 综艺官方账号 首次在微博 透露了演员阵容 但奇怪的是 作为专业媒体 他们竟然先后修改了文案 而修改的地方 正是关于 黄晓明与Angela Baby的 第一遍发的 中秋晚会的阵容中 表示是 黄晓明和baby夫妇 这个看起来很正常 不过可能因为大家 平时叫baby习惯了 所以大家都忘了 全名是Angela Baby 所以新浪综艺 就删掉了微博 表示再来遍 之后发出的微博中 却没有了夫妇两个字 这个就很尴尬了 因为后面紧跟的是 包贝尔包文静夫妇 这一前一后的重大改变 立刻引发了 所有网友的种种猜测 这还没算完 事后网友们又发现 就连一项谨慎的央视新闻 也将黄晓明与杨颖分开些 而在这二人之后 也意味深长的跟着 林志颖黑泽良平夫妇 这两个官方的新闻稿 无不都预示着 他们俩已从夫妇 变成了单独的两个人 事后双方均没有给出答案 但他们的反常行为 却持续进行着 晚会当天 一项同台秀恩爱的他们 竟没有同台演出 黄晓明与伊丽媛 一起合唱了 《但愿人长久》 被网友狂骂表情浮夸 而安扎拉贝比则与蔡国庆合作 演唱了《回家的路》 演出结束后 两个人后台接受采访也是分开 更令人震惊的是 两人当晚回的酒店都不是一个 此刻网友们就以深信 他们的感情已然岌岌可危 其实啊 面对现如今明星之间的高离婚率 相信大家早已见怪不怪了 但黄晓明与安扎拉贝比的婚姻 却始终让人紧紧乐道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这两人太高调太会得瑟了 从当年那场世纪婚礼开始 这二人的夫妻生活 注定会被所有人关注下去 所以从他们两人的故事中 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一个道理 那就是低调做人 踏实办事啊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